但是你也要知道 你在說整個登界東北的發展 在說是十千億的東西 而陳茂波這幅地只是用35萬買的 那是1994年 而1994年那時候 是政府未將這塊地是考慮的 是他買了之後的兩年 1996年才有一個考慮方案 而不是規劃的 所以在種種的情況之下 就算去到去年升值了 都是經評估 都是二百多萬的東西 我們立法會議員 一年都不只要應付二百多萬 二三百萬 所以這個數字相對而言 不是一件這麼大的事 我們去罵人一個證訊的問題 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 那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你的證據何在呢 他真是 就是說他這個說話不行 一後頭到尾都擺出來 他真是也不知道擺多少 那條線就畫到他賣了 那現在你又質疑賣給誰 那他就告訴你 我賣給弟弟 那你又質疑 那弟弟的錢又何來 那我覺得繼續下去的話 那他就算那個弟弟說 媽媽給我的 那媽媽的錢又何來呢 那大家會追來做偵探 最近我們的記者 是否都在做偵探 你一直這樣下去 就no ended 沒有完的 沒完沒了的 這些事 第一呢 就有沒有賣套呢 就是當事人才知道的 因為事實上他的股權 和他用英屬處理的公司 那些其實就沒有什麼人知道 究竟實際上誰是股東 到今天呢 他都講了一些朋友 那些其他人 那其實這個不是公道的做法 第二呢 就是在講那個 我不知道可能 蔣麗雲在商界 喜歡蒙滬些 做生意 就是 只是看錢 這個不怪你的出身 我做事很清楚 很均根的 那我現在講的公職人員 那郭議員 你聽我講完 你聽我講完 我給你時間講的 蔣麗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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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著你 我現在講陳某波 我沒有興趣講你 你聽我講 剛剛講了 所以我一定要跟你講 你聽我講了 我講陳某波 那陳某波呢 他整件事裡面 其實很清楚 我們要的是一個交代 他的交代呢 很清楚 他不是自動的交代 每一次呢 都是傳媒 揭露多些的時候 他講 他就講一些 再講一些 再講一些 這個都不是 只是我的看法 你大家都知道 建制派 中人 你的老友的 曾鈺成也好 或者 范徐麗泰也好 都有一個相同的觀感 那這個觀感呢 是很影響了 整個政府的施政的 第三呢 就是你說96年那裡 其實最新的一些文件都顯示 其實93年的時候 政府有一個第一個 這個資訊文件呢 就已經講了 東北的鐵路的發展 當時也是很清楚 講了 古動呢 就會將來政府 就會規劃 會有一個鐵路的一個站 和鐵路的完線 在那裡 資料在93年已經有 所以 這個當然呢 我們不是偵探 我們也都無意去理據這件事 但是最重要的那一點呢 就是 公眾要很清楚 就是希望每一個主持的官員 大家都記得呢 曾蔭權 湯顯明等等 一路下來的一些公眾 對於公職人員的那個觀感 和要求是很高的 這個也是香港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我們要一個連結的政府 是不希望有一些 就是亡運過關 或者一些利益的衝突 其實它如果它是交代得清楚 它是將所有的東西 攤光出來的話呢 不是給別人去每樣 揭示一樣才去拿出來呢 我相信我們未必會質疑的 正如你說 那個人馬 未必是大到我們 那麼大的懷疑